大家好 大家今天要請到你們最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大家 大家今天要請到你們最最熱烈的掌聲 大家看過這張 我們最熱烈的 最熱烈的 最熱烈的 大家親身的夫婦 而且非常熱烈的 我們都聽起來了 咦 當然大家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們要練習的挺下來了 因為接下來呢 她就要練習 她說最最熱烈的外班 接下來要請到你們最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親偉 以及我們親美爸爸進場 讓我們一次給你們 最後一張 鼓勵的鼓勵的鼓勵 我們每次都在鼓勵的鼓勵 最熱烈的鼓勵 每次都在鼓勵的鼓勵 最熱烈的鼓勵 但她們都在鼓勵 每次都在鼓勵的鼓勵 親美的爸爸很想奧了 她在鼓勵上面 她會進一個鼓勵的鼓勵 然後 我們親美的鼓勵在鼓勵 我相信爸爸一定是 非常相信我們的親美 我能夠好好照顧你親美 這時候呢 要請我們的親美 心得我們爸爸一定會 很好 謝謝爸爸 謝謝你 謝謝你們 照顧 謝謝爸爸 謝謝爸爸 可以評伴新人 攝影師 接下來讓人可以把新人的手 拍到你的鼓勵 香港 請大家最熱烈的掌身 歡迎我們的新人 寶寶 請你 謝謝 寶寶 寶寶 歡迎來到嘉西等我們等一下兩人會來的大陸 會來的幸福 兩人要多如同的 會以兩人的小家店一百更新的 要請我們周邊的朋友 我們掌聲不賺他們的幸福也就不賺喔 今天這個站開始有這麼多的親友 我們來到卡牌中央的母親妹 放手下來了之後 珍珠這個都裝備新女喔 當然接下來就要請我們 我們坐在我們新的心妹 請我們一個親妹走上 我們的幸福舞台 當然要請我們先生 和朋友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我們今天是一對最佳 韓麗的比招 當然 兩個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匹配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樣的感覺 對不對 真的 這個隊有一點點疑惑 我要再問一次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們兩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匹配呢 大家說對不對 對 當然 我們這兩隊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匹配 對 兩人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教育 當然也有我們的幕後工程 所以接下來呢 也要趕快把我們的幕後工程也請到我們的台上 邀請大家用這個類的掌聲歡迎我們的雙方主婚人 也就是我們以後的爸爸媽媽 以及我們親民的爸爸媽媽 上台 來 當然呢 真的很開心喔 要先請到我們雙方主任上台 真的是有滿滿的感激 要謝謝我們現場所有所有的賠賓 首先呢 我們大家請到我們的李魯爸爸 來跟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說說話 掌聲歡迎我們的李魯爸爸 今天這個在座的最我們的志心還有好友 還有各位嘉賓 大家晚安 晚安 非常感謝大家 特地抽空來參加李魯和清美的婚禮 競爭他們佐進人生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階段 大家也知道 其實我們家跟這個周家 這個也是一個 其實也認識四十多年了 都是四十多年的好朋友 這個 我的親家 朱仁佳先生 我都叫他老周 這個我大一進這個台大登山社的時候 他也是大山的學長 那我們這個老周 他非常的喜歡念書 結果 怎麼會有這麼笑聲呢 他非常機智 非常有智慧 很風趣 那個 我想是我非常尊重的一個學長 但是四十多年來 他好像對山都很敬畏 基本上是屬於平地三胞這一次 新江湖 這個孫仁仙 這個我叫他仁仙 我想我大一的時候 大二的時候 他大一進去台社 這個大家都看到他 這個非常的溫柔 非常體貼 這個 呃 對人很好 這個 其實他是好媽媽跟好太太那行的 但是我必須說 我那個時候沒有追過他 哈哈哈哈 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他被人家圍著 被一些學長圍著 這個 有幾個圍他的人也在下面 哈哈哈哈 我就不說名字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最後這個 拖眼兒出的是誰 大家也都知道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 金梅這個從小 其實我們就看他長大 我們一直在想 這個老周跟仁仙的女兒 誰娶到他 就非常的有福氣 沒想到這個 我家的禮國還種大落特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我 常常開玩笑講說 這個禮國一定有我 不知道的 優點在頭 不然怎麼可以 可能起到這個 青梅 那麼 我想他們其實從小都認識 那是2003年 參加這個 松樓服 這個是台大登山社 40周年的一個大陸人 在那個時候他們兩個開始了 那 這個好朋友的小孩 變成小孩的好朋友 其實 我們雙方父母都又期待又怕被傷害 還好這個禮國經過八年的討厭 終於把這個青梅娶進來 讓我覺得有機會能夠在台上這樣開心家的玩笑 我覺得這個也是人生很幸福 這個是我說禮國的感覺 所以這個松樓服應該是他們的媒人 登山社是他們的媒人 今天在場來了將近160位 台大登山社的畢業校友 他們是最大朋友 塔登山社的校友 請大家前提一下 塔登山社的校友 你還愛惜 將來一定是最早的同校 這個 90%都認識40年以上 這個 我加入福人社有24年 那麼福人社朋友今天也來了100多位 我是不是能夠請福人社的朋友 大家一起站起來一下 福人社是很好的社團 假如你對福人社還沒有認識 想要加入可以來找陳明聰嗎 這個我還有一個小團體我要介紹一下 是三五會 三五會就是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五 我們都是男人在那邊聚會 談政治 談經濟 存聊天 就是不談生意 沒有妹妹 所以這個太太都很放心 三五會的朋友 這個大家齊勵一下 我想大家來跟他們鼓掌一下 他們是我塔山好不以外的 減壓的地方 最後我想我介紹一下 我們福基的同仁 這個我爸爸開始的公司 到今年47年 在福基同仁的協助之下 事業算經營得很順利 一路能夠把禮國養大 這個福基的同仁請你們站起來 我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支持 小幸福大家 這個當然我想在座還有許多 這個我家裡的這個長輩 跟那個我們的親友 那老周的部分就讓老周來介紹了 那我希望這個李伯跟清美好好努力 那些教育